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量化的行銷時代 我想講有些企業比較注重基礎建設和運算力 有一個機構做了一個調研訪問了很多不同的企業 他就發覺在行銷預算支出的分佈不同 是會導致到他的成績是不同的 做得一般那些他就花了10%在基礎建設和運算能力 製造需求就是用了58% 品牌化就是用了7.5% 顧客權益就是用了11% 認索市場是用了14% 我想說什麼叫做製造需求的行銷呢 就是說好像做一些促銷活動 打折、發一些優惠券、舉辦一些特別的活動 都是叫做製造需求的行銷 第二個就是品牌化和知名度 就好像賺了一些球賽 做一些冠名 或者是做一些慈善的東西 這些都是一個製造品牌化和知名度 第三就是顧客權益 就是客服買了一些東西給一些感謝卡 或者是設一些服務台去換東西 這些其實就是顧客的權益 第四個就是營索市場 做一些活動 可能是一些叫做買獎 去告訴別人你那個市場的地位是怎樣 或者是靠一些第三方去一些廣告 去推廣你或者是認同你的產品 這個都是叫做營索市場 基礎建設就是講一些行銷團隊的培訓 以及現在最厲害的那些 是用運算能力去找你的顧客出來 這個就是講一些預算可以分這五個層面 剛才講了一般的 他們放最多就是製造需求 如果做得好一點的時候 他就放多了在基礎建設和運算能力 就是由一般的十個百分之去到十六個百分之 製造需求反而由五十八個百分之跌到四十八個百分之 他們花多了在那個品牌化 以及在顧客權益那裏 這個就是不想做這麼多活動 打折的活動 雖然生意是做多了 但是利潤減少了 反而他花多了在那個基礎建設和運算能力 去找到正確的顧客 以及做了品牌化的形象的時候 令到他不需要買得低價 因為很有趣 人就是這麼有趣 你去鬥平鬥賤 人們就不會理你 反過來你做到一個形象 越賣越貴 他們來追你 反而是容易的 這個自己都感受得到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要做 個人要做品牌建設 要做得高一點 好像我經常說 我做課程 你賣鬥便宜鬥便宜便宜 沒有意思 反過來 索造到一個形象 別人追你 你去給課程 你要去跟他講一個討論 你就可以什麼價錢都叫得到 所以 看看大家走的市場是哪一樣 今天想說的量化行銷就到這裏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